請大家分享怎樣自由行求人 其實大家去旅行自由行的時候最煩的是定行程 通常地方我們都沒有去過 我們會看書、上網的資料 但到你真的要計劃到落實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知道車程的時間 是否可以合得到準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我不是專家 我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我自己自由行去旅行 我會怎樣做呢 這次我用了iPhone的兩個APP 幫了我很多 第一個就是Google Map Google Map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方法 如果你是要去自由行的時候 無論是你在計劃你的行程的時候 你可以用它去看到 譬如你可以進入酒店的地址 去到你想去一個目的地的路程有多遠 乘搭什麼車 用什麼時間 你全部可以在Google Map 都可以看到 我都做了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開了Google Map 你會看到 我現在舉例我去成田機場 由我現在這個地方去成田機場 入了成田機場的名字之後 去搜尋到 按旁邊這個車仔的圖案 你就會看到上面分別 就會出了你現在這個地點 或者你選一個 譬如酒店去 你打回酒店地址 現在就是現在這裡去成田機場 你會看到上面 再分別有不同的交通工具 譬如是開車 中間那個是坐車 甚至最後那個是走去的 我們看看坐車這裡為例 你一按進去 你會看到 它會提供給你有幾條不同的路線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需要的時間 甚至是錢 即是要多少日圓 舉例 你現在 你選其中一條 一個路線 我們按進去看 你會看到 由這裡 我們先會告訴你 你要走多少 接著去坐這輛車 大概要坐幾久 一個站 然後下車之後 又再走多少 就去到車站 上哪輛車 又要坐幾久 你就可以去到成田機場2號大樓 甚至乎 你可以在這個地圖 你按這一點 就是你現在的位置 這一點 你看到有一點藍色在動 那一點就是你現在的位置 你一路放大去 你可以在街上一路走 知道自己在哪個位置 那條路 適不適合地圖 現在的指示 關鍵就是 其實你在那個起點和目的地 那裡 分別輸入你的起點 可以是現在的地點 或者是酒店 以及你想去的目的地 大致上都是這樣用的 另一個APP 就是Trip Advisor Trip Advisor 它是可以代替到一本旅遊書 我覺得 當然 裡面說的 例如餐廳 那些 自己都要隔一個渣的 因為 大部分用Trip Advisor 都是Front 就是外國人 外國人 他們 文化上 他們會適合 或者他們眼中覺得好的東西 可能跟我們 東方人 就會有少少差異 自己可以在裡面 自己調整 這些就是這樣 Trip Advisor 也是很好用的 我們可以在裡面 搜尋不同的地區 舉例新宿 我們現在進了新宿 我們可以去找到不同的酒店 和餐廳 例如我現在進了餐廳 這個category 它會顯示到 他們有排名 Trip Advisor 第一位 例如這一間 我們按進去 你會看到 有些照片 有些食庭 都是人自己寫進去的 讀地址 有地圖 甚至乎 你出來 按摩地址 就可以copy 接著 我們就進入Google Map 在目的地上 其實我們貼上地址 我們就可以搜尋到 這間餐廳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在 現在這個目的地 就可以看看 怎樣去這個餐廳 你的地點 你的地點 這裏 就是現在我們的位置 按了之後 就現在這裏 去那間餐廳 立即就會 展示路線出來 你會見到 其實譬如 去駕車要多久 中間這裏 鐵路坐車要多久 你一按了鐵路 其實它就會出了 有哪些鐵路路線 給你去選擇 有價錢 有時間 甚至乎 你現在這個地點 要走多久 去到JR站 下車再要走多久 才去到呢 這裏都可以展示出來 坐幾個站都可以看到 你進入地圖 你就會看到 藍色點點 那些就是人走的路 你放大它 被人跟著的方向走 你就會走到JR 綠色就是JR那條線 然後下車 又跟著藍色點去走 你就會找到這個目的地 又或者你是沒有想法的 你可以選擇這個 首層齒區域 它就會將現在周邊的一些 建議的餐廳 觀光點 都會展示出來 你就可以很自由地選擇 譬如這裏 我們選擇一間餐廳為例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的地址 以及怎樣去 一樣 都是駕車仔 你就會看到路線怎樣去這個餐廳 現在全部用法大致上都是這樣的 人家經常說 日本坐鐵路很複雜 用了Google Map就很方便 在我們計劃路線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 譬如在起點 我們進入酒店的地址 接著目的地 就是一間餐廳的地址 你會看到 它立刻展示了 有幾條不同的路線 都可以到達這個目的地 由你起點 當我們選了其中一條路線 你會看到 它連哪條鐵路都會告訴你 你由你的起點 走多久去到車站 接著坐哪條線 接著有幾多個站 你會看到 一個站四分鐘 這些都有的 下車之後 怎樣走 它也會展示到 甚至乎多少錢 它都會給你知 除了坐車 你要走去 它一樣可以畫到方向給你 你看到整條路線 走多久 它一樣告訴你 這裏五十三分鐘 由你起點開始 那些橫街窄巷一路 只要你跟著它的指示 你按這個按鈕 它就會展示一個箭咀 它的箭咀叫你向前走 就向前走 轉左就轉左 轉右就轉右 那你一定 一樣都可以去到你的目的地 即是走去又可以 坐車去又可以 它這裏都會展示到 不同的路線給你的 這個真的非常方便 很好用的 真的 如果你覺得看圖都不夠清楚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看一個路線的余覽 它又可以展示到這個文字 叫你向前走幾多尺 你就轉左 看到天橋你就上天橋走 這樣都可以 基本上走錯的機會真的很低 如果你一步步跟足的話 那 TripAdvisor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進來 其實除了你看到這些餐廳的 譬如地址 預約電話 這些基本資料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到食客 上去的一些照片 以及他們對這間餐廳的一些食評 可以讓我們做一個參考 其實這次出發前 我也是用 TripAdvisor去找酒店 在飯店裡 我們可以按進去 選擇我們想住的日子 它就可以幫我們搜尋到 在這段期間這個地址 譬如新宿 我現在選了新宿 到底有哪些酒店是有充滿的呢 而且它會展示出來 是多少錢一晚 不同的酒店網站 它那個價錢的分別 它都會展示出來 那你就按進去酒店 這裡 那你就可以看到酒店 就是 它這裡會看到 不同的網站的錢 就是優惠 這裡展示出來 有分別的 還有譬如酒店設施 地址 資料 一樣有留言 有相片可以讓你參考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玩一下 試一下 在你計劃你的行程的時候 用Google Map 去輸入一些不同的起點 和一些不同的目的地 然後分別看一下 路線有多遠 交通大概需要多少時間 要多少錢 它都挺新的 那就可以方便到 你們去計劃行程的時候用 真的挺方便的 你們都可以試一下 玩一下不同的路線 我也是拿著這兩個APP 這次整個行程 都是這樣發展的 很先進 我們要利用一下科技 我想可能還有更多不同的功能 我是未認識的 不過我覺得只是現在 我剛剛介紹的這幾個功能 已經足夠我自由行 不求人 已經足夠我自由行 我希望可以藉著 分享這個Google Map的用法 去幫大家計劃多些 你們的旅程 可以去多些新的地方 玩 吃多些不同的東西 對 希望這個分享大家有 我想這兩個APP 都可以在這個世界上 不同的地方 因為Google Map 應該都非常完善的 現在最重要的是 你要在當地上網 這是首要的 買一個可靠的電話卡 或者WiFi蛋 要帶著 第二 一定要留意 當你開了Google Map 我覺得 我這個iPhone為例 就很吃電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著 當日你都會依賴 這個Google Map 帶路的話 你就要帶足夠的電 最後就是去旅行 當然 一路有它的幫手 其實自己都要看一下 水牌 因為它是不是百分百準 有時候它準的 但是它未必是很醒目 給你一條最好的路線 如果你是可以自己一邊去看地圖 看指示 這樣配合起來 其實我覺得是最好的 最後一件事就是 無論去到哪裏 真的遇到有問題的時候 記得一句說話 就是路在口邊 有些什麼 問人 問人 我覺得現在日本人 都很肯答人 很肯教人 例如在車站 我要找一個月台 其實我都不停問人 因為不想走錯路 不想走遠網路 問人 路在口邊 你一定可以去到一個你想去的地方 希望這個分享 對大家計劃去旅行有幫助 那就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有朋友要去自由行 給他 讓他拿著Google Map 不用嘴巴掌 拿著本書 到外面走 就是這樣 多謝 拜拜 好 好 好